在大螢幕前有一陣子的奧斯卡影后 珍妮佛劳伦斯在坎城影展红毯上亮临现身 演技精湛的珍妮佛劳伦斯 这一次是参加由他监制 描述阿富汗女性的纪录片 面包与玫瑰的手印 珍妮佛劳伦斯身穿一袭大红色迪奥定制礼服 配上铜色披肩造型相当典雅 向来率性的他还被人发现了礼服下的小秘密 就是他脚下踩的不是高跟鞋 而是一双平底黑色假脚托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上早前珍妮佛劳伦斯参加摄影记者会时的 米白色露背礼服显现了截然不同的气质 那一名奥斯卡以后杨子琼则出席了竞赛片 煽动者的手印 他身穿布兰斯亚嘎绿色皱褶礼服 配上铜色大长披肩展现女王气势 另外杨子琼还货搬本届坎成影展的月动他影奖 并出席了颁奖晚宴 杨子琼换上黑色闪亮礼服 配上白色长手套造型端装典雅 杨子琼是继中国女星巩俐后 第二个获得这项殊荣装的华裔女星 这场活动可以说是大牌云集 包括辽纳多迪卡皮奥在内等多名重量级隐星 都出席了颁奖晚宴 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 缓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雅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